美国政府总统在其中选后一起献身向支持者表达感谢 因为民主党这次选的还不差 相较之下共和党人有点失望 纷纷把矛头指向川普 根据了解开票夜当天 川普在海湖庄园越看越气还不断咆哮 有时记者爆料川普当天还骂老婆 要他支持宾州候选人奥兹根本判断错误 共和党大佬也意识到川普牌失灵 忙着和他切割 曾是川普盟友的媒体搭亨没夺 旗下报刊连日批评川普根本是输家 连支持者都认为 佛州州长迪尚特两年后又有机会选总统 喊出再做两年而不是再做四年 川普现在也锁定迪尚特 算他是假政经 至于川普15号是否按原计划宣布参选 幕僚认为他已经预告这么多次 如果延后宣布恐怕很丢脸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听声尽 转发 通知小铅 孙 小铅